而在勒紧裤带对于收入没有安全感的时候 是很难创造消费力的 我们来看美国科技业又开始千人千人的大裁员 看科技业的最大消息 全球最大代工晶片厂台积电 公布了优于预期的财报 财测非常亮眼 周四纽约证交所弥漫一片对AI前景乐观的气氛 带动了晶片大厂 挥打美光股价统统上涨 AI的崛起让很多科技厂整个部门裁掉 或是删减其他部门的成本 所以今年才刚过半个月 美国科技业上演再一波大裁员 包括了谷歌 苹果 亚马逊在内 整个产业目前总计要裁掉8000多人 美国失业率维持在低点 不过科技业打从今年起 再度上演一波大规模裁员潮 包括谷歌执行长皮查一 最近在公司内网发展内信警告 未来几个月将裁掉更多人 苹果则宣布关掉加州圣地亚哥 一个120亿人的业务团队 并告知他们可以转到德州上班 又或者离开公司 地上的头亚马逊也刚在上星期 宣布要裁掉串流部门Prime Video 和米高梅工作室共数百名员工 光是今年到现在不到一个月 整个美国科技业已经裁掉近8000名员工 但这次的原因不再是疫情后的反扑 而是AI的崛起 各家大厂无不集中火力投入者最行趋势 特别看到周四的纽约证交所 一票晶片大厂股价涨不停 包括AI霸主辉达上涨近2% 不但创纪录新高 也成为华尔街交易量最大的公司 对手AMD上涨1.5% 同样刷新记录 全球最大代工晶片厂台积电 发布了亮眼财报 台积电股价飙涨近10% 同样砸重金投资AI的脸书母公司Meta 也现身在达沃斯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上 大谈AI新进展 就在同一天 被誉为Meta第二号人物的桑德伯格 宣布将退出待了12年的董事会 这位前运营长透过脸书发声明表示 Meta目前表现强劲 正式退出的好时刻 Meta boss Mark Zuckerberg responded that he looked forward to a new chapter together 这波裁员潮部只带头了科技业 劳字号的梅西百货也宣布要裁掉 3.5%的人力 约2350名员工 并且收掉五间门市 以节省开支 反倒是零售龙头沃尔玛 十多年来首次要调涨经理的薪资 幅度超过9% 达到平均12万8千美元的年薪 而这也是全美许多劳工 望尘莫及 位在麻州波士顿以西的城镇牛顿 所有教职人员打算在周五发动罢工 因为工会提出了条件 没能取得学校委员会的同意 包括调整薪资 所有教职人员有预议价 以及雇用更多社工人员 来应应学生的心理健康 因为不止生活成本高 波士顿也是全美租屋最昂贵的五座城市之一 也因此出现了这个现象 白雪堆积透明屋顶 还加上雨落下了声音 看起来相当诗情画意 其实是不少人因为负担不起房租 把快艇当成了家 并且一住就是一整年 赖瑞的船就位在查尔斯顿 一个专门停靠小艇的码头 周遭约50艘船 都是跟他一样 形成一个船速社区 每逢天气寒冷的夜晚 左邻右舍就会相约 前往附近一间饭店的游泳池 每周晚上 他们会变得到温热厂 每个人都在那里 喝酒和酒和什么 另一个好处是当阳光露脸时 这个透明保护罩 能够将甲板的温度 维持在摄氏20度以上 以一艘37尺长的快艇来说 月租费平均1000美元 还附带一块停船的空位 好消息是美国防贷 带利率再下降 来到平均6.6% 创下去年5月以来最低水准 TVVS 总统报道